Hello,大家好,我是小北 我们4号播完严压羽绒服,阿芝可能就回去了 他这一回去也就意味着彻底的离开了我们团队 然后小南的话也是过两天可能就要回成都了 今天没什么事,因为我们4号的下午2点才播嘛 我们就商量着要不去超市买点菜 好久没有吃火锅了,然后在老罗兹的房子这里 热热闹闹的吃一顿火锅 也就相当于是给他们两个健行了 走吧,我们现在去买菜 我刚打了车,应该到了吧,他们两个在外面等 我们又来了上一次来的那个勇回超市 上次口误说错了,我以为勇回超市是马云爸爸的 结果回去一查,哦是京东的 是刘强东爸爸的 我们现在去买些菜什么的 这一个小吐车,真雪装满这一车 有一个粉丝跟我说,嗓子不好就吃那个雪梨 所以嗓子好一点 我们的家 五块九 八九 看下来就说 比达西五块九 八九了 这有玉米吗 这 这有哪吃玉米吗 这有什么 有什么 我吃羊肉吗 我不吃 好 好 现在买完东西了 每次来这个超市都有贡献 这么多 然后我们现在回去 外面添也喝了 添添也喝了 添添也喝了 对 太穷了吧 感觉那一盘跟石头一小 你铁带轻的 我们俩大 我们俩弹一下重的 我打车啊 我已经打了 我就负责摄影 不就是这么到位 所以跟着北爷混没问题到 回来喽 现在上去准备晚饭 安食 先煲汤 用我们上次煲了八锅汤的那个 捞出来准备红椒的排骨 再来煲八碗汤 今晚把这个火锅给吃了 哈哈哈哈 上回的排骨还没吃完 那里呀 你们二只了 哦 刚从冰箱打出来啊 本来又留着红烧的啊 就那半根童子骨 哈哈 老龙 问你个问题嘞 你觉得你幸福吗 不平 二只 小奶走 好 我们去外面吃吧 我吃 我打车 我对吃又没有军酒 那你饿不饿 不饿 不饿 我看 我觉得这个锅 当时买来的时候你们还可以说大了 你看 现在就体现出它的价值了吧 火锅汤已经弄了这么多 现在把丸子先丢进去煮 老罗喝成是吗 我喝一点 好 那你早上就给你倒一点 我们现在准备好了 要开餐了 还差个碗了 给老罗 拿个碗 今天我们都是素食动物 基本上都是素的 最爱吃这个丸子了 吃这个丸子 有有有 有有 冬天吃火锅最配了 外面寒风涩涩 冷的让人发抖 然后围着这个锅边煮边吃 现在要是再喝两桩酒就好了 你要喝啊 自然为你们俩见醒 咱们要不喝一杯吧 有吗 那你不是有上次买的那个江小白 还是那个牛南山 那我没喝喝喝 我喝不来 我从来没喝 我从来没喝过 喝 不喝就不许走 对 一人一小钟 一人一小钟 不喝不许走 我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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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个赌 你喝下去没事 我从来没喝 你跟川妹子里喝酒 我们香妹子都喝 我给你讲我跟二只喝 好 一大瓶子牛南山 对 你打瓶子牛南山 终于有一个人不能嘴巴 你不说 你们我们都去拿着澡 我们呢 老罗呀 散老板 我靠谱 老老婆很希望我们这 你想多了 喝不喝 不喝 算了没意思 没劲 你要怕吗 我不要 散去了 散去了 快点了 来吃豆腐 快吃豆腐 吃豆腐 吃我们买的豆腐 快来一顿 谢谢 吃牛丸 看我们要揍了 他就给我们加财 手打牛丸 屁次都不给我们讲 不管是不是什么 那个味道 以前的味道 多吃点 今天吃完这一顿 不知道什么时候 再能去在一起吃火锅了 突然说我好善干 我算哭 哭啥呀 不管是阿芝还是小南 阿芝呢 我希望 不管是你生活方面 还是工作方面 都忠心的 作为一个朋友 希望你越来越好 还是我之前 跟你说的那句话 女人就是说 一定要多提升自己 不管在任何时候 任何的环境下 明白吗 嗯 好 回去了 又不是说不见面了 隔得那么近 说得跟生离死别 是的 感觉突然好难过 没事 只要你有任何的困难 或者问题 我随时都在 回去零关店 我招要随时约饭 可以 要留一手 留一手 隔壁那家更好吃 你请客 没问题 好 我请 反而还是我今天早上跟你说的 嗯 对吧 都是能力要一定要强 嗯 感觉 阿芝跟你说这句话更适合 多长点心眼 小南的话就是感觉那种 笨笨的傻傻的女孩子 蒙蒙的 对 随便是个人都能把她骗走的 都能骗到手的那种 我替这个女孩子真的提着心呢 回成都了也是一样 有任何困难或者问题 嗯 都可以联系我哈 嗯 有任何困难 相吃就是一种缘分 相识也是一种缘分 一会有四天起 我们死团伤 可以找我 好 一定 一定 我跟你说 我们两个有事打扰她 没事也打扰她 好的 欢迎打扰 半夜两点 手机都为你们开机 来 干杯 过去的都已过去 祝大家越来越好 加油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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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报手 报腹 白酥梅是吧 喔 平满 对 那 mode 名